国民党没有人才了呢 还是说呢 没有更适合的人选出来 像是美清姐啊 金小刀啊 还有张善政 都不被列为考虑吗 还是真的印证了说 还马英九公道 一定会是蔡英文呢 又为什么呢 现在民意会再一次的投射 在马前总统身上 希望他可以再战 2020年的总统大位呢 我想全都是因为 国民两党的表现 他要让人失望了 一个乱党 一个烂党 而且呢 马前总统呢 针对民间要他回锅的声音 其实也都没有 郑重言辞的这个拒绝 态度反而是有一点点的暧昧 民间行动频频啊 这内心呢 不排除说 有可能想要回锅参选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只是如何要布局这盘棋 如何呢 对这个总统大位 也有兴趣的党内两位同志 包括像是吴敦义啊 以及朱立伦先行做沟通 免得国民党呢 再一次这样的一个分裂哦 或许呢 朱立伦可能比较好搞定 先来个马朱沛 那这个朱立伦可能就搞定啦 未来呢 这个大位还是你朱立伦呢 只是你需要再多等几年而已 可是吴敦义呢 吴主席呢 虽然说呢 他表示从来没有想过 当上这个副总统 结果他还是成了 马英九的副手了 也成了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吴主席了 现在呢 就是他总统大位这一步之遥 他的政坛人生就完整了 所以呢 这个马无关系 现在可以说是相当的 这样的一个微妙 近日呢 因为这个马英九 想要总统回锅的 这样的一个总统大位 再加上了这个县市长候选人议题呢 不同掉 结果两个人 现在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 会不会影响到日后 总统大位之争的 这样的一个结局呢 我们可以想想看 另外呢 虽然咸鱼翻身啊 可是但是马前总统 如果说真的要回锅 再参选的话呢 可能要在各个议题上面 来证明他不是一个 无能的这样的一个总统 对内呢 这个国民党呢 在他手上可是输掉大片江山 对内呢 而且这个党内人才是断层的 而且内斗不断 是否可以重新改造 不再是只是纸上谈兵 而另外呢 这个对外的两岸关系 是不是可以重新回温 还是呢要向中国投降了 再来看看这台湾的外交 真的能突破 还是进入一个死胡同 这些都是马前总统呢 首要的工作来证明 他并不是大家所说的 非常的无能 软弱无能 好的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回节目再见